电剧惊魂被誉为恐怖惊悚题材类的巅峰之作 总投资只有可怜的120万 拍摄时间也不过18天 但票房却足足翻了42倍 可见其质量之高野心之大 而自从他上映以来 8.8的评分更是高居不下 直到我憋着尿看完后才知道 他的评分为啥这么高 因为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血腥恐怖系列电影 而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悬疑神作 他不断反转再反转的剧情 让每一个看过他的网友都为之惊叹 神魂颠倒 故事开始于一片漆黑的密闭房间 男人从浴缸中惊醒 他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铁管上 对面还有一个中年男人 同样被牢牢锁住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两人中间竟然还有一具左手拿枪 右手拿露音机的尸体 踏在血盒子中 显然是刚刚自杀不久 两人惊慌失措 立马意识到铁定是被变态绑架了 于是拼命争扩铁链逃离这个鬼地方 可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慌问中两人却发现 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一盒小子弹 但医生手中却多了一颗子弹 还有一把钥匙 经过一番尝试 果然这事没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钥匙根本就不匹配 于是两人又将视线 对准了尸体手中拿着的露音机 或许子弹里能有啥线索 但距离太远 怎么够都够不到 即便脱下上衣 但没有重量 依旧不行 狭小的空间四周都是光秃秃的直钻 除了马桶 就剩下一个浴缸了 对 浴缸里有个下水塞子 经过几番尝试 露音机终于到手 可随着按下开关 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个人应该就是幕后黑手 言语中似乎透露着 小年轻杰克是个猥琐偷窥狂 这里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轮到医生 露音则要求他在六点前 必须杀死杰克 否则他和他的妻子女儿都得死 唯一能活着出去的途径 就是找到一个写有X字样的藏宝地 给了线索 那房间里就一定有逃脱工具 果然杰克在马桶水箱里 成功找到了一个黑色袋子 里面竟然是两把铁锯 可别高兴的太早 两人忙活了大半天 锯层都磨平了 铁链却毫发无损 而头脑相对冷静的医生呢 这终于意识到 这头喵根本就不是用来具铁链的 而是腿 惊讶的他似乎也知道了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原来就在几个月前 当地发生了多起连环虐杀案 一个男人被布满铁赤的牢笼包裹 活活扎死 一旁放着的录音带 则和他俩的一模一样 而死去的男人呢 本是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 可却整天想着自杀 以博取管住 所以幕后黑手 看他这么不珍惜生命 并给他准备了这个机关 定时两个小时 如果中途想要出去呢 就必须穿过铁丝网 否则两个小时后 牢笼将会永久关闭 在求生欲的猝死下 最终他扎到了动脉后 永远死在了里面 还有一个死者 则是对外宣称 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但去整天不好好工作 花天酒地 结果也被抓到了地下室 浑身涂满毅然油脂 甚至提前给他注射了毒药 如果想解毒 就必须找到密码打开保险柜 但密码却多如牛毛 满墙都市 一不小心 就被眼前的小蜡烛 点燃全身 命丧于尺 好假 也就是说 这货从来没亲手杀过人 而是通过各种机关 让受害者自己选择生死 而墙上留下的洞呢 则是非常喜欢 近距离欣赏自己的杰作 太变态 而医生呢 之所以知道这些 都是因为他的易用手电筒 不知道为啥 出现在了犯罪现场 也就这么的被黑人警长盯上了 即便他出示了不在场证明 但警长呢 却还是心存疑惑 手电筒是咋回事 还特意让他听了听 最新出现的一位女受害者的指数 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他露出马脚 而眼前的这位受害者 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私利套生的人 原来他是个隐君子 常年透支生命寻求乐子 所以他也被绑架了 头上还带了一个定时机关 几分钟后就会自动关闭 而解开机关的钥匙呢 就藏在旁边被麻醉的男人肚子揍 最终女人选择了活命 从肚子里找到了钥匙 摘掉机关 就此之后 他终于知道了生命可贵 更是直接戒掉了毒液 这也是他活下来的全部过程 啥意思 说白了就是 你只要按照幕后黑手的游戏规则来 就能活着揍出去 而自那之后 警长就为了破获这桩案子 不眠不休 虽然凶手在现场 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但警长还是从那段录下的视频中 认出了一处涂鸦 以及微弱的火警鸣笛绳 顺着这两条线索 警长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废弃仓库 这里应该就是幕后黑手的老巢 因为到处都是机关模型 还有一个新的受害者 出现在了警长面前 显然凶手的游戏还没有开始 然而据爱这时 电梯体动的声音传来 警长为了不打草惊蛇便和搭档还原了现场 躲了起来 打算等凶手一出现 就立马现身逮捕归案 事实证明他们也做到了 但凶手却突然启动了开关 20秒后 电钻将会杀死受害者 抓人还是救人 受害者命悬一现 慌乱中搭档干脆一枪打坏了钻头 但突然的枪声 却让凶手有了喘息之击 亮出尖刀划伤了警长脖子后 夺门而出 警长倒下了 搭档也追了出去 可穷扣莫追啊 果然搭档在追逐的过程中 无意触碰到了机关 几条猎枪同时发射 搭档当场毙命 而此时捂着伤口纹身而来的警长 目睹了这场悲剧 凶手却早已逃之夭夭 时间回到现在 听到这一切的杰克 愤怒的砸向玻璃 却意外发现 竟然有个摄像头 再联想到凶手 喜欢近距离观看的特点 好家伙 看来真的是他 也说明了此时此刻的凶手 正在观看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医生建议先冷静下来 想想办法 然而这么一冷静 医生竟然回想起了自己女儿 好家伙 冷静可以 你倒是想咋出去啊 哎 别急 反转一点点的来了 怎么医生不光自己回想 还把照片分享给了杰克 可杰克在翻开钱包后 却笑不出来了 因为医生的妻女已经被绑架了 而且照片后面还有提示 X字样怎么找到 这可是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呀 但一想到这是杀死自己的线索 杰克慌了 但转头一想 说不定里面有钥匙 那就先把照片藏起来 先稳住医生 等找到了东西再说 说着便让医生关灯试试 果然 关灯之后 墙壁上出现了X字样的夜光标记 招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铁盒子 还记不记得之前的那把钥匙 这不就用上了吗 赶紧打开一看 眼前出现了两根烟 一根沾了点血 还有一部手机和一张字条 字条上是提示医生如何杀死杰克 对 就是那个带血的烟 是沾了中间尸体的血 有剧毒 还真贴心 无需用枪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死杰克 逃离这个鬼地方 考验人性的时刻到了 医生没有选择毒害杰克 而是拿出手机报警 果然还是想简单了 电话只能接 不能打 望着地上的毒血 医生似乎想到了妙计 立马关灯交代计划 灯再次亮的时候 两人用拙劣的演技演了一出好戏 医生假装把带毒的烟丢给杰克 杰克也很爽快的直接抽了几口 然后就倒地不起了 此时医生对着镜头大喊 快放人啊 快看我杀了他 然而一阵电流传来 装死的杰克被电的浑身抽出 好假话 看来凶手早就想到这一招了 他就静静的看你俩演完 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医生赶紧接解 没想到是自己女儿的声音 老婆孩正被人用枪指着 让他不要相信杰克说的话 这个杰克早就认识他 之前录音里说他是个偷窥狂 其实他是个讨生活的狗仔 专门收钱替人跟踪目标 而他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医生 难道杰克就是幕后黑手吗 那个喜欢近距离观察的变态吗 不 曾曹宗杰克交代了一切 原来啊 当晚他跟踪完呢 就回家了 结果就被人打晕 送到了这里 还说医生也不是好玩意儿 经常跟医院的小护士优惠 证据他都排下来 就放在装锯子的黑袋子里 而委托他的那个人 正好就是受伤后的黑人警长 原来警长自从搭档被杀后 一度走火入魔 最终被警局辞退 但他却执着地认为医生就是真凶 所以便私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企图找到哪怕一丝线索 然而 无意间他却发现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医生家中 医生拿来一看 这不就是医院的男护吗 他对医生了如指掌 知道偷情的事 所以他趁着偷情的时间去作案 再把手电筒放到案发现场 难道说他就是幕后黑手吗 这完全说得通 果然男护正通过摄像机注视着一切 不知不觉中 时间已经到了六点 男护呢 也准备按照游戏规则杀死医生的妻儿 不过在动手前呢 他还是很有礼貌的拨打电话 让他妻子亲口告诉医生 他的游戏宣告失败 然而 然而啊 怪人死于话多 殊不知他妻子早就挣脱了绳子 趁乱抢过枪 男护呢 自然不肯散罢甘休 两人扭打到了一起 慌乱之中连开竖枪 这也惊动了 一直潜藏在医生家周围的警长 好家伙 赶紧过来帮忙 不过警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警长了 或计体力跟不上 就连腿脚也不好 没几下就被男护打晕了 但医生的妻子却已经不知去向 医生听着电话里的枪声 和声势力竭的呼喊声 再也冷静不下去了 决定剧断被铁链锁住的脚 跟随游戏规则杀死杰克 与此同时 一路瘸腿的男护正在赶往密室 看样子是要直接灭口 警长也从昏迷中醒来 追上了男护 但缠斗中却被男护反杀 一枪毙命 而密室中的医生 也已经锯断腿爬向尸体 他要完成任务 拯救家人 手枪子弹都有了 剩下的就是按照游戏规则杀死杰克 随着医生枪响 杰克应声倒地 大门开了 男护走了进来 他先是对着杰克的尸体 踹了两脚 确认死亡后呢 他却没有打算按照游戏规则 放了医生 而是杀人灭口 因为游戏时间已经过了 这就是游戏规则 然而反转来了 死去的杰克并没有死 而是又一次商量好 假死 骗幕后黑手现身 来了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杰克丧失理智的疯狂攻击 用水箱盖子将其砸成了 只骗人 以此泄愤 原来医生只是打中了杰克的手臂 这样一来 断脚的医生就可以爬出去求救 但他真的还能回来吗 幕后黑手难道就这么死了吗 不 正当杰克打算看看 凶手身上是否藏有钥匙时 却发现了一个录音机 原来男护也是游戏的参与者 他被注射了慢性毒药 必须在杀死医生和他妻儿上做出选择 要么自己毒发身亡 要么杀人保命 这也就是他为啥一定要等到六点 才准备杀医生的妻儿 因为这些就是他的游戏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 男护不是真凶 那真凶又究竟是谁呢 此时一直趴在血盆中的男人缓缓站了起来 他扒掉假伤口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喜欢近距离观看受害者们 一致又一致的生死抉择 他先是给自己注射了 延缓心脏跳动的药物 然后再布置好现场 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死人 而他之所以会如此变态 完全是因为他 曾是医生手下的一名癌症患者 他看过太多人拥有健康的身躯 却丝毫不珍惜美好时光 要么装病 要么自杀 吸毒 再或者像医生一样有婚外情 生在福中不知福 反正就是他看不上的人 都会接受惩罚 玩上一把这个所谓的死亡游戏 影片的最后 幕后黑手依然延续了 他不亲手杀人的原则 关闭大门宣告游戏结束 只留下了杰克微弱的呼喊声 就此这部经典系列电影 电剧惊魂 第一部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将将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收藏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电剧惊魂的下一步 敬请 期待 感谢观看